据台湾媒体报道,香港演员郑玉玲是香港影视界大姐大,更被誉为香港无线电视四大镇台之宝之一,地位相当崇高。 只要她演出的电影就会有高票房,但说话直接的个性伤害到不少人,周星驰和刘嘉玲就曾被她的话语伤到。 据悉,周星驰在郑玉玲当时红妻,曾谴教对方自己能不能红,但被对方讥讽,路人甲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。 但过了几年,星爷生命大造,完成了梦想,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 虽然郑玉玲个性强势,说话直率不饶人,但在大好青春时,交了第一任资深媒体创作人男友,相恋后很快就同居。 是当时娱乐圈中的金童玉女,但二人爱情长跑十年后却突然分手,后来她还进而爆料,男方对女性根本没有兴趣。 结束了第一段恋情,郑玉玲和小五岁的吕方笑脸,苦心经营了16年的姐弟恋,最后还是分手了。 2008年时,她已经51岁,她一直等待因合作男亲女爱相识的黄梓华,可惜最后对方恋上他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